我們現在要做黃胺藥物殘留的測定 我們使用的是台灣尖端提供的黃胺二甲密定SMT快篩片 好 我們現在請黃同學示範 打開我們發現有一個快剪片 還有一個飾管跟一個乾燥劑 好 我們四個先全部打開 然後我們這一次測定的濃度有四個 分別是100ppm 10ppm 及0.1ppm 好 補充說明還有一個是1ppm的 我們在快篩片上面做標示 使用100mL的micro-pipet 裝上tip 現在第一步驟使用的是100ppm的 滴入100mL約3d 現在是10ppm 現在是10ppm 就這樣接下來是1ppm 就這樣接下來是1ppm 然後是0.1ppm 0.1ppm為此快剪片的最低極限 接下來我們等待5-10分鐘看結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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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